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大姐说 记住在学校同性恋可耻 请小米去冰淇淋 小米以为她要喂自己 上前舔了一口 虽然是个误会 但小米很开心 打扫生物实验室时 大姐怂恿大家玩捉迷藏 小米找地方躲 发现了大姐 大姐让她躲在了自己旁边 小米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没一会儿两人就被同学找到调侃 两夫妻一左一右啊 出来吧 小米已经长发飘飘 但还是会想起当初那甜蜜的心情 看着心上人 她脸上总是有一举不住的笑容 同学告诉大姐小米喜欢她 总是在偷偷看她 吃饭时 大财恩同学的话试探了下小米 但效果并不好 她现在不愿小米跟自己喝同一杯水 问小米是不是喜欢自己 小米没承认 说她如果觉得自己烦 自己可以一个人吃 小米到现在都还留着跟大姐一起拍的照片 这张照片当初被人恶搞贴在了学校公告栏上 大姐以为是小米贴上去的 对她发了火 小米把照片撕了下来 再次看到小米被同学欺负 大姐在旁边犹豫了很久 直到小米被推倒在地 她才上前 小米生气的走咖 一个人出路边休息 去看到大姐和长辫妹子聊得很欢 她难受的眼泪打转 大姐在班里向她道歉 说知道那事不是她干的 大姐的主动示好让小米原谅了她 大姐问她 自己应该给女孩买什么礼物 小米很难受 但还是给她建议送太迪熊 大姐决定亲手做一个相框 然后她做的成品并不理想 一起打篮球 大姐叫她投篮 小米虽然打得不好 但还是很开心 医生让小米慎重考虑 是否真的要切除生殖器 小米坚持切除 说自己是为了爱的人 医生问她 如果你爱的人不愿意和你做爱 小米依然坚持手术 当年毕业时 照完毕业照 那几个欺负自己的同学 主动向自己道了歉 大家相互在衬衫后写留言 小米很好奇 大姐在自己衬衫上写了什么 大姐让她回去再看 把当初给小米画的画像 西画了送她 毕业聚餐 小米心惊诧 吃不下先离的桌 大姐过去关心她 小米向她表白 说自己喜欢她 大姐就让她 不要开这种玩笑 小米把和她在一起的照片 做上礼物送她 大姐说自己不讨厌她 但也不喜欢男神 小米正绝望着 大姐扯 如果你成为一个女孩 那我可以考虑考虑 因为这句话 让小米坚持存了六年的钱 店里的姐妹蛮担心 她爱了六年的那个男人 是将给她带来更多的伤害 还是成全她的梦 小米联系了情感电台 让帮忙确认 大姐是否能接受 已经变成女人的自己 大姐最终还是拒绝了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腐菊猫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一下腐菊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爱你们哟